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施施施財 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大師 那即使地下水漫我已經把它過完了 但是因為那時候錄製畫面 只有解了四分之三的畫面 但我又不想常玩 所以就算了吧 然後海雲劍已經拿到了 好 然後我們先解一個支線 九五是什麼意思啊 一直西北 西北 是西北嗎 八方西南方 西南方 然後斷造房 這好像也有東西 這裡 欸不對 我昨天是存這個啊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那個蜜月回到雲南客棧 那昨天我有去去找他 那我們等一下再撿那個支線 所以輕功越好又不容易被人發現 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跳往那邊 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跳往那邊 不要讓Vis 不要讓Vis先 坐駱駝駝比較快 GO 好 我剛才有跟我對話 我剛才跟我對話 我剛剛也有跟我對話 欸等等 另外一邊 我另外一邊 我另外一邊 少竹真是英明 西北方 大福鐵鋪 有賣什麼新東西嗎 當頭PT棍 斷腸劍 買一個這個 雷霆大刀 這兩個好了 揮霍揮霍大哨 這邊的箱子在哪裡 沒有沒看到 有個乞丐啊 鐘鐘 蜜兒不敢炸事 這真的是之前巧玉 巧玉哨子未跟蹤哨子所留的記號 話說你們在一旁鬼鬼祟祟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原來那些殼子是個小姑娘搞得被啊 被你聽到了那就留你不得 楊兒慢著大福豬是自己人 還錢大福豬千萬別對話張揚 真是還是這姑娘的秘密 都自己人放心 我不會收出去的 倒是 倒是這姑娘四十萬顆 我在錦帶橋旁的箱子也見得一樣幾好 我們最好去收拾收拾 以免又生是非 對 月盒幣沒有在那裡在做記號啊 嗯 看來有必要前去杭州東邊碼頭附近的錦帶橋 知道橋頭有類似刻字的箱子 嗯 好 所以要去哪裡 錦帶橋 錦帶橋到哪裡啊 好看到了 好遠喔 錦帶橋 這邊有個箱子 哦找到了 水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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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去嗎 我還要去難帶了 也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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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中中 但這是我主仙人拼命留下的訊息 可見食物一定非比尋常 誒不要走啊 你怎麼走啊 我好不容易去找你 你現在要給我走是怎樣 耍我 這可能是後面會影響到劇情的分支線吧 誒卡住了 好 然後現在勒 我看看啊 好我們直接去非白派吧 然後再去非白派之前 我記得 某個地方的妓院好像有人要幫他脫逃 然後有 我們有那個行蹤 就是像滅月這種角色應該可以幫他解決吧 是開封嗎 忘記了 那個妓院在哪裡啊 開封 這也是開封吧 這是杭州 哇他不能跟我出去了 好吧 我們去非白派吧 夠夠 夠夠 到了 好 像一樣是怎麼啊 那我們先逛裡面的 不行啊 笑嘻嘻 笑嘻嘻 笑嘻嘻嘻 額 向陽四集是 開封 開封 這裡 好 等等 先找他隊伍 呵 順便 好 笑嘻嘻 怎麼這麼快就結束了 大小老命都是這把妖怪愛的 他死人鬼命心槍 所以他變成這個樣子 接受賄賂 好 那接受賄賂吧 這麼輕鬆 好 走吧 好 我們先去那個 碧春閣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說的那個需要 場逆技是好 好的隊友 就是要解這邊的支線 可是 我沒辦法找密約出來啊 還是要等之後的劇情啊 都要潛行嘛 潛行是只有蜜月啊 都要潛行嘛 好啦 我們這邊快轉 好 這邊是直接劇情啊 好吧 你終於平安逃得出來啊 看來我的犧牲還算值得 沒想到除了八反本 竟然劍洞派的人都來 看來他們來這一定是要追討 長茉劍府的 先透聽他們的說法 接下來對話給仔細聽好 說不定從中得知誰在製造商派混亂 白仙 怎麼 你們全都是為了綁下我徒弟一次道歉嗎 元兒 你說我該怎麼辦呢 哼 我可從事不請 主委還是請回吧 我們非白派雖不小 卻容不下你們 黃府衣 姓白的 你別再裝上 要不是你吃成長長茉劍 我們掌門 我掌門現在怎麼會心中不明 或者根本就是我掌門嘲到些什麼 你為了夜面聖句而狠下毒手 好啊 夏侯與五人疑似你們支支不提 就算他發生了什麼事 終究也只是惡有惡霸 再說 我師父武功高強 根本不消那劍卜 哼 你救你師父那三角貓功夫 要是沒有長茉劍法 說不定連我剛入門的地址都能打敗你師父 有本事 就要看看到底是誰武功差 需要長茉劍法 別激動 別激動 有話好好說 難得三派相聚在一起 我們就不要刀劍相相 各位 就聽雅姆說幾句 我們三派都能分家 但男士同源 下我掌門就算是我師弟 所以劍鋒派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他生前最光年的事 便是師祖藏下長茉劍法 不該被人獨佔之事 白仙 請你看到三派本是同你的份上 將長茉劍府交出來吧 我們將劍府放在聖地裡 讓一切回歸平靜 不要讓商派為了長茉劍法和起爭端 剛剛的對話 有件事 此人根本就不該知道 但卻說得好像知道一樣 下好掌門的下落 是嗎 呵呵 他怎麼知道他死了 是 所以說下好掌門刷下山谷 有件事與我爭奪 定不可能是他人一謀 但當時應該只有我兩人在場 竟有人斷定下好掌門已死 此人定是看到我與下好掌門刷下山谷 卻作弊上官也不告訴他了 另外剛剛說詞還有另一件事也令我在意 有人說說長茉劍府的一個消息 這消息我還第一次聽到 放置原處 此人想必就是挑起此紛爭的罪魁禍首 就楊宗啊 生前一詞形容下好掌門 當時掌門又有說他傷鬼 他因爺在場 看似一氣 下好掌門出事卻又不派人相救 這當中一定有鬼 另外他還說了把劍府放回聖地 就算白線當真持有劍府 他是從何得知劍府原 原在聖地之內 哼 何欣跟阿多元 竟然他又是不交出長茫劍法 我就讓整個非白派血流成河 從此之後江湖上再無三派 僅存兩派 你敢 要是三派內鬥 那就趁著模擬叫著新的 得阻止他們 真的別動手 別氣別氣 這種大邪隊子怎麼能生氣呢 什麼大旗子 就是三派分加百年 終於決定要合併了 恭喜恭喜 你在胡說什麼 咦 是我誤會了嗎 我們雖然尊你為客 但你都在胡亂 胡言亂語 就說怪我們不客氣 都因爲你害我蝶 還好意思說尊我為客 看我還不參與台 抱歉抱歉 剛才看劍派 竟然不替自家掌門報仇 還跟陷害掌門的仇人同謀 所以才誤會 竟然是我搞錯了 那我還是走好了 慢著 你說是誰陷害本門派掌門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這是這位八法門掌門 楊宗 小子 別含血噴人 你憑什麼說我陷害劍鋒派掌門 像說現在占無 平均 不過應該會當感假設這件事 呃 呃 呃 請問 眷豐派的消息來源是否僅有 楊宗一面之詞 一開始是聽誰說 非白派得到見譜的 是羊掌門說的 那又是誰 古睡貴派掌門去抓彥宗淵的 也是他 那我們就等了 你們掌門因為天性八法掌門的片面之詞 所以才生死未卜 追根究體這一切都楊宗造成了 我說八道 你現在是無蔑我殺的劍鋒派掌門嗎 我明明親眼見到你和劍鋒派掌門 一起掉到山谷裡 卻只有你活著出來 蛤 大姐上鍋了 這個起了 為了消耗掌門掉到山谷裡 你是怎麼知道的 而且你竟然知道了 怎麼不去就 找人救援消耗掌門 反而利用消耗掌門也是 無奈非白派呢 楊掌門 你的解釋呢 我 我 這 是啊 其實你找他一旁 但是想看我跟劍鋒派掌門打仰敗俱傷 才秀秀旁觀 難怪你方才口口聲聲說 要替下落不明的劍鋒派掌門報仇 原來 是因為你認定他已經摔死了 仔細想想 劍鋒派掌門不在了 整個劍鋒派都你的 若是再將非白派從江湖上除名 那三派就剩八法門獨大了 真是可喜可賀 黃甫義 你們不要被這小事胡言亂語所騙 快抓住他 哼 他是不是胡言亂語還不一定呢 這叫他請羊掌門解釋清楚 你不告知我們失誤的下落 明白的就是居心不良 你們竟然言和起來污蔑我 看來是我一個自作多情想替下落掌門報仇 報仇的事情就不老洋掌門費心了 不看我們把事情查清楚 說不定應該找你報仇才是 哼 好心被狗咬 竟然如此 那我八法門 又何必來自討名去 走 這老頭 不就是之前在醉生龍的神秘科 原來他是非白派掌門啊 難怪當時一見義也不敢對他不敬 就怕惹事 這人不是釀酒小兄弟嗎 先裝作不認識 免得結外神職 你不是我非白派的人 為何願意出手相助 喬他龜 裝於我不熟識 就怕他在醉生龍的事 弄得重人皆知吧 我又配合他好了 因為錯老頭留下了這個 這不是我教你良人好保管的長紅劍嗎 數年前他曾騷信提到 若是有人拿劍來 要我好生照料 原來一定是你 他以前說是怕麻煩 打死不肯收土 想不到還是收了 想必你一定有過人之處 能力量另眼相看 那老頭沒什麼優點 就是眼觀好 說他失禍 哈哈哈哈 不愧是他的徒利 人如此下豪雨 你知道那老頭子去哪兒了嗎 前些日子他曾向我提到一些 說什麼要阻止魔靈教魯走智耀人 要去找神機門門主斷靈州 我記得當時在小溪村時 有聽到缺唱音 提到他們還缺什麼智耀人 莫非阻止這個 看來除了赤諸史的事情 還必須阻止他們先找那位 什麼神機掌門 既然赤諸史已經趕過去了 那我就先把赤諸史的事情解決後 再去找他 另外他只交代我要鎖住聖地 也不說清楚究竟發生何事 魔靈教魯製作三生三十銀 因此需要你們聖地裡的赤諸史 三生三十銀 那可是傳作中窮極惡毒之物 據說吃了那樣東西後 先知都會被操控 想不到他竟然要製作這種東西 這次劍卜的謠言實際未免太過巧合 因為我看八法掌門 要不是跟魔靈教勾結的 只是被利用了 你說什麼 所以我們都被利用了嗎 那魔靈教不是善而為善 為何要做這種事情 魔靈教要是為善了 那事實上就沒惡人了 如果他們的目的是赤諸史 那我們就不必擔心了 因為任何人都進不去的 百年前魯斯爺常末武 就是為了封印那赤諸史 將那裡封了起來 並將作為開啟聖地鑰匙的三把劍 交給他三本地址 要他們守住聖地 那三個地址 分別就是日後三派有初代掌門 如今三派不合 所以別說一般的人 就連三派掌門想進也進不去 那事情就簡單多了 只要保持我身上一切 魔靈教的計謀 就永遠不會得逞 幸好才說封在 不然說不成楊宗那蠢 就真的會為了劍卜而開啟聖地 少俠我想冒昧請教一次 必掌門鬧爭與少俠一同跌落三果 少俠可以有掌門消息 我正想找時間根本商議此事 小掌門因跌落三果附上不便行動 憲政於谷底修養 谷底食物飲水充足 暫時性命無憂 太好了 這真是不是性動的大性 還請少俠告知缺切位置 嗯?外邊好像有什麼聲音? 商牌成立以來 我八粉們總是商牌之末 總是被其他人踩在腳下 我們總被劍鋒牌持效須有的七表 不若他們的劍一樣有力度 被肥白持效身份法笨拙 不是他們總能以七至神 在場的各位都是我的心腹 想必大家能理解我的想法 雖然很各位 對不起各位 但還是要請大家為了八粉們 幹一回肮臧死 此後 我們八法 將不會再被人瞧不起 此後 我們的八法 將不用再看另外兩派顏色 此後 我們八法 將取得蒼末劍法 一統三派 雖然 因為傳入了老鼠事情稍有變數 不過這不影響大局 那麼 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開始吧 等等 師傅 你在做什麼啊 為什麼要命師弟 準備柴火 又為什麼特意把我撕開 還不讓我過去 抱歉 歪斯 歪斯 讓你失望了吧 歪斯並不是什麼正義的大小 而是利欲薰薰的混蛋 建議 萬隱人繼續秉持正式 別像你師父一樣走上這條路 現在 燒了非白派 好多人 怎麼會燒起來 可惡 定是陽中那魂窮放的火 反彩見非白派也有不少守門地址 為何陽中要放把火竟如此容易 當真是陽中放的火嗎 還是該問 當真只是陽中放的火嗎 陽中是秘密無恥小人 剛剛還說什麼替我們掌門報仇 這下去放火燒我們 師父 我 原兒 請你先幫忙探尋逃生路線 我轉正正濃後 立刻令大家離開 哈 我正有此疑 不會是師父 獨我靈止 非白派還有劍鋒派的諸位 佛場最寄欠缺的勁 不然以大家的身手 我相信地人安然離開 待會我會為大家的領路 暈了 暈了 暈了你怎麼了 白派們不行啊 暈光太濃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快點離開台詞 請大家冷靜跟我走 我來開路 白派們 我住你店後 好 不會是陽人號的高土 果然少年英雄 不過火是猛烈 各位務必小心 千萬可別死的啊 有限時間嗎 多謝少俠 別說話了 快走 大家都差不多逃出了吧 我也 我也得加緊腳步 不妙 在火中行動 比想要更耗體力 十三 OK 要怎麼走 我應該不會被燒吧 我應該不會被燒吧 白派們 你怎麼了 醒醒啊 才說風 是你 看來 今天就是我的死 哼哼 說這什麼喪氣話 我是不是那老頭子都火得好好的 你怎麼可能被他造死 你再吵 我就先集會你 再把你救出去 還會擠的 剛剛開路的緣故 導致火毒露體太深 又不勝被湯方 方將砸傷 不要管我 你快走 你不能死在這 要出去 就一起出去 好在我上有余力 帶著百姓一起離開火場吧 百姓門撐著點 只差一點點 是誰 誒 誒 他打的地方不是離門口很近嗎 呵呵 傻眼 哇 彈紅劍跟 古月線都不見了 我怎麼會 對了 飛白派失火 我快要逃出火場了 記得招人偷襲 這裡是 這裡不是杭州嗎 我怎麼會在這 少主你醒了 小月 要是我一直跟著你 就不會讓你身陷危險了 你怎麼在這 我怎麼到這裡來的 是我幫你帶來雲南客上的 好啊 雲南一直偷偷跟著我 不是要好好修行嗎 不過幸好你在 不然我險些都葬身火海了 謝謝 少主的平安 比什麼都重要 對了小月 白掌門呢 白掌門有瞬間逃出火場嗎 還有練中淵呢 呃 月兒找到少主時 非白掌門 恰巧在少主身旁 月兒記得少主說過 不能讓傷害掌門上命 於是便將非白掌門一同帶出了 現在應該在非白派養傷 太好了小月 你立了大功了 不過月兒不清楚少主指的印中淵是誰 也是 算了不打緊 不過為什麼有人要偷襲我呢 我還活著 就表示偷襲智能 並不是想去我性命 那不理事 不好 古月劍和蒼文劍都不見了 三派之劍是取得赤豬石的關鍵 既然下去模擬教就會 我也趕緊出場赤豬石的三派聖地才行 不過三派聖地在哪呢 幽兒帶少主回航中的路上 有看到八華掌門領人前往三派間的一處幽谷 幽兒猜想那便是三派聖地 太好了小月快告訴我在哪裡 小月又來又懂我了 知道就快說吧 那幽兒希望少主答應三件事 第一 少主需要到幽兒一同前往 以測安全 第二 少主不可以以身犯險 遇到危險需顧治權 性命為優先 這些都沒什麼問題 第三呢 第三 少主需要先將傷養好才行 我治癒能力本就比較強 痊癒小傷早就不成大礙 所以快告訴我傷害聖地的位置吧 不成大礙便是 便是能為痊癒 少主弄逞強 幽兒便不告訴少主傷害聖地的位置 是真的 我因為睡仙大法的緣故 不行 也以為小月是百依百射的女孩 沒想到醉起來像老媽子一樣 約我會在此處後著少主 請少主先休息養傷吧 只是硬說每次大家追我房效果 不如表現積極至上的樣子 說不定小月就會鬆口了 對了 問問小月有沒有治活傷的好方法吧 好嚴格喔 是會成功救到我們的非白派掌門 這火傷是小火如是大 一路不寫便追心吃痛隱隱作痛 好嚴格喔 雙黃玉火高 洛陽的古洋堂 啊你要跟我去嗎 對嘛跟我去就對了啊 好 所以我們要去洛陽嗎 終於可以帶他出去了 耶可以帶你出去了 真是太好了呢 像可以上去非白派嗎 哎非白派不見了耶 哈哈 好 先去洛陽 先去洛陽 古洋堂是不是 哦在附近而已 哪裡啊 哪裡啊 隔壁嗎 啊得到了 廢話少說 我要你要 一桃重生他幾次罷了 對他一無數之 小燕 小燕修德無理 怎麼走了 反倒是有些不知所措 大黃和黃城 好 那我們去找 蜜月吧 奇怪 奇怪 跑了跑去的 搞跟那個做時光時光之一一樣 一瞬間他用一個城市了 好啦這個遊戲嘛 反正就是這樣了 好 好 我來了啊蜜月 哇 好想笑喔 好我們先到這邊好了 那 喜歡我的喜歡歡迎頻道主角圖片按下訂閱 右腳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拜拜